从一个农民孤儿到开国皇帝 刘秀的一生到底有多传奇 古代帝王将相有很多 但只有刘秀把史书变成了爽文 他的奇遇连小说都编不出来 后世称他是未面之子 而刘秀创业阶段 预见的大反派却是黄莽 一个被称为穿越者的牛人 当未面之子遇上穿越者 到底谁更厉害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说刘秀之前 得先熟悉一下大boss王莽 王莽出生在西汉一个豪门大族 亲戚大多是朝廷大员 这种家庭出身的公子哥 一般都是整日纸醉金迷 但王莽却爱学习懂礼貌 品性好的就像孔子的亲传弟子 百姓都将他视作道德楷模 朝廷也十分看重他 38岁那年王莽就担任了大司马 身居高位 王莽的野心不断膨胀 后来他干脆篡夺了汉史江山 自己当皇帝建立了新朝 因为完美颁布的种种制度太过超前 所以后世很多人说 王莽是一位穿越者 其实穿越者什么的都是子虚乌有 根本站不住脚 不过他的对手刘秀 的确可称为未免之子 刘秀是刘邦的后人 但到他那一代 其家族已经没落 刘秀只能靠种地维持生计 王莽篡位之后 许多豪族开始起义 刘秀俩兄弟起义的时间比较晚 势力也比较弱小 如果把其他的起义势力 必作是上市公司 那刘秀的队伍就是个家庭经营的小起义 但刘秀自带主角光环 对敌时曾召唤出了刘星宇 所以他又有魔导师的外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秀刘延两兄弟是皇室后裔 他们加入陆林军联军后 很快混成企业高层 王莽听说陆林军声势浩大 便派出数十万新军攻打他们 刘秀得知消息后 带着九千人马困手昆阳 当时大家都想着逃跑 毕竟王莽有四十二万大军 就算一人扔一块板砖 都能把他们砸个稀巴烂 但是刘秀劝住了他们 说自己去搬救兵 这九千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竟然轻易相信了刘秀 乖乖地守在昆阳城里边 本来守城的九千人还怀着希望 可看到刘秀搬来的救兵 他们是彻底绝望了 因为救兵只有一万多人 加上他们满打满算两万多人 怎么跟人家几十万大军干仗呢 刘秀是一点都不慌 魏面之子的光环开始显现 他带领一万多骑兵冲到新军的阵地 大喊着 一起来看流星雨了 据史料记载 夜有流星坠营中 新军大营被流星陨石砸得枯地喊娘 刘秀趁乱冲入敌军阵 新军吓得跳入治水中窜逃 无论刘秀的军队多么骁勇 四十二万大军想逃的话 他们肯定是拦不住 新军主力逃了出去 今后还是一大威胁 就在起义军干着急的时候 忽然电闪雷鸣 狂风暴雨 治水因此水未暴涨 逃跑的新军大部分淹死在了水中 几乎把治水给填平了 这些自然现象帮了刘秀很大的忙 但事实真的是碰巧 不过起义军的首领是刘璇 为何最后是刘秀当了皇帝呢 当时的刘秀只是陆林军一个头领 被陆林军拥立为帝的 是一个叫刘璇的西汉宗士 刘璇猜忌刘秀修俩兄弟 所以把他哥哥刘延给杀了 刚立下大功便闻此噩耗 刘秀心中的悲伤可想而知 但他不敢发作 一发作刘璇就会找借口杀了他 于是刘秀主动放弃兵权 刘璇见他这么懂事 反倒不好意思处置他了 陆林军灭掉王莽的新政后 还无法建立统一的政权 因为山东有赤梅军 河北地区有三家势力 于是刘璇就派刘秀 往河北招安他们 刘秀是一人一马 北渡黄河 结果成为了一方诸侯 刘璇见刘秀做大 又想夺他兵权 但此时的刘秀 早已不是任人宰割的配角 而是逐鹿中原的主角 刘秀见刘璇不依不饶 便宣布与陆林军决裂 没过多久 刘秀的企业发展到了百万人 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 随之刘秀建国称帝 国号仍然为汉 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东汉 从农民到称帝 刘秀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卫免之子一万多人 便能赶翻数十万新军 如今他有人有地盘 统一天下是早晚的事 又经过十二年的南征北战 刘秀结束了天下四分五裂的局面 再次统一了中国 如果将刘秀的经历写成小说 读者都要喷金手指 开得太离谱 然而这样的人生经历 却是史实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